接著我們要進入主題演講的時間 讓我們再度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秦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政偉上台 謝謝 唐政偉是科技與數位的專業天才 是中華民國首位數位政務委員 長期關注社會創新與青年參與 注重溝通對話與合作的重要性 請政偉為我們帶來專題演講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這次蠻準時的 現在剛好是聊天的時間 我想要邀請大家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一起來共創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 我們待會兒應該很快吧 就可以投影出來 投影出來的是一個slido的畫面 大家之前如果有看過演講的話 基本上都是透過大家手機掃描螢幕 上面這個QR Code 然後有任何問題想要問我的話 那就直接投上去 那掃了QR Code之後 因為它是異名的嘛 所以我怎麼知道就是大家想聽這個 或想聽那個呢 那只是要靠大家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高 也會跑到上面 需要幫忙 我也算是工程師 幫忙加線 那等這個台上那邊切換到這個畫面 應該是按那個訊號源 按一次就可以了 那如果就是掃不到QR Code的話 那也可以手動的輸入這個網址 就是slido.com slido.com 然後再輸入01130 也是一樣 那不管是任何人提的問題 我想就是很歡迎大家盡量發問 一番匿名 大家來畫手機 不知道是誰問的 那我要怎麼知道 試試大家對什麼有興趣呢 就是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 越會浮到上面 我們已經看到有位朋友說早安了 那像這個我就會 這樣直接把它highlight起來 然後說早安 然後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對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隨時舉手 我看這個桌上就已經有 另外一個麥克風 那邊還有兩個麥克風 所以我們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所以就表示說 不一定要搞打字 數十位數百位朋友 當然可以一起打字 但是數位的麥克風 所以大家可以舉手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對談 然後交流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次的表定時間 是到半小時是不是 還是五十分鐘 可以看一下議程嗎 那我們大概分享時間 不會用完全部的時間 那大概最後還是會有 讓大家去說翻譯 或者是說要合照的時間 都是OK的 好 那我們就 今天時間空間結構 大概就這樣 如果大家OK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開始分享 好 那目前已經有三個問題了 歡迎繼續按讚 繼續問 有聊的朋友問說 唐正偉今年主持 檢訊實驗室 那疫苗預約 還有無數位無備券 那這裡面 是不是有今天的這個主題啊 就是inclusive innovation 兼容實創新的這個成分 確實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今年我本來的那個 在台北的社創中心的 Office R 那在這邊的社創基地的巡會 很多的那個活動 中間都暫停了 大概三四個月 那中間這段時間 我就是被指揮中心徵用 就是本來的業務 就是暫時先放旁邊 那就是專門去做 就是檢訊實驗室 社會業等等這些題目 那當然現在 在大家的協助努力之上 我已經趨緩 所以我又回來 來做這個 社會企業創新的題目 那但是 我被徵用的這三四個月 確實也體會到說 我們之前在大家做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就是社會創業的時候 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主持 就是關於大家有 公共利益的事情 一定要大家 一起來出手幫助 絕對不是哪一個人講了算 而是每一個厲害關係人 都要參與 那這一點 在這幾個案子裡面 我覺得都有很好的體現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而且這不是技術研討會 所以我不會講什麼 技術的成分 但是會講一些 概念的成分 我舉例 好比像說inclusive 它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既有的 這些社會的場域 我們叫social norm 就是大家習慣的做法 應該是做技術的人 來配合大家 而不是要大家 來配合我們最新的技術 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所以當我們在提出 簡訊實驗制的時候 我在任何記者會上面 首先強調的就是 它沒有取代掉 資本的實驗制 任何人如果不方便 不願意 或隨便什麼原因 沒有掃QRcode的話 那它就算是用 翻蓋式手機 可以手動 這15碼數字 傳到1922 但是如果連翻蓋式手機 都沒有去旁邊 沒有幫你check in的話 它不會因此 剝奪任何人的權利 你同樣的還是寫個聯絡方式 甚至有些長輩 現在都是蓋連續帳 就不用佔印尼的那種印帳 那我們掃QRcode要兩秒鐘 它蓋上只要一秒鐘 所以它一下子就進去了 但是我們掃QRcode的人 也是幫助到這些 就是在資本的蓋上或簽名的人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邊就沒有群聚的問題 我們一下就把感染的問題解決 那當然地方政府當然是希望 我們盡可能的多用QRcode 因為如果用紙本的話 醫療要24小時 那但是如果用QRcode的話 醫療會減到24分鐘左右 那也很高興像台中 是率先就是 應該是某個百貨公司 有確診案例的時候 就是發出了幾千則的檢訊 那等於率先這個 在6月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 這個整合式的跨線式的 醫療平台的重要性 那在7月的時候大家都使用 所以這裡就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我們創新的時候 要結合現有的社會上面的創新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才會 就是公民社會 才會幫我們去 apply這個 怎麼樣壓力去給四部門 你想我們如果一開始 是自己做一個app的話 那大家當然就不會來幫我們 去寫新的功能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做一個app 我們是做一個開放式的標準 所以大家就怎麼樣呢 就在我們推出的時候 的第一個禮拜 很多人就在line 就是大家手上用的那個line 就是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的那個留言區 去批評指教line這家公司 所以為什麼他一定要裝幾萬家 為什麼他家朋友的那個掃碼器 不能夠來支援我們的簡訊式聯制 那這個就是眾人住職 大家會發現說 那我們也可以往企業部門 讓他們進行社會責任 即使是像在這樣子的跨過公司 那他一個星期之後就決定說 真的這個台灣這邊社會的壓力非常大 那他不能夠不來配合我們 這樣子的防疫的要求 所以立刻就換一家朋友的那邊 就變成可以掃 簡訊式聯制了 那當然後來包含台北東 包含台北社交距離 包含趨勢科技等等 那都是一起在這個開放式的標準裡面 去做創新 但是又鼓起這個兼容性 那其他的project大概 因為今天事件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太多 不過我想highlight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數位五倍權 因為這個是全新的 大家知道是沒有數位三倍權的 我們去年的時候是沒有數位三倍權 只有資本 那如果你用數位的話呢 它基本上是不能夠在電商消費的 所以它只是相當於兼容資本的 用信用卡去做刷3000 零2000的這個活動 那所以就有很多朋友說 那但是我想要用電商啊 或者是說我想要去做一些 我比較習慣的消費方式 那三倍權的時候是都不能支援的 因為它是emulate資本 就是只有面對面才能夠消費 那今年當然我們也面臨相同的抉擇 就是說在疫情期間 大家在電商上面 消費相當的多 那到底要不要開放電商呢 那後來呢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在這個社創平台 s.idea.taiwan.gov.tw 我就分享了這個做法給員長 那還有當然這是經濟部的政策 所以經濟部長本來就知道了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社創良品 經濟有責上行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這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經濟部長的企業處 在大家去做社會創新組織登錄的時候 會把大家填爆的這些產品或者是服務 製作成我們的社創良品的採購手冊 那我們知道我們在振興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振興國內的經濟 在地的這些 大家今天就是有付出社會影響力的朋友 不是說我們全部的這個無備券的錢 全部都去刷就是國外的真心國外經濟 那這個當然可能也是很有價值 但是畢竟不是我們發這個特別預算的目的 那所以後來我就給他們看說 你看有這個社創良品的採過手冊 而且我們有一個標章 叫有責上行的標章 那任何人都可以下載 那下載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電商 你就放在一個有責上行的一個專區 那這個專區你的承諾 就是你只賣這床良品 只賣對當地有社會影響力的東西 那當然還可以累積這個採購額 然後巴英泰爾頒獎什麼 就是這一套當然都是 全部都是在一起的 但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這讓我們有一個 所謂無備券專區的正當性 不是說這個 大家說電商一定都會就是便宜 就是從國外運來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請電商在已經有這個 有責上行的這個品牌標示的情況下 比照有責上行去做無備券專區 而且也有國內比較大的電商 它的無備券專區 最上面就是台灣競品 然後跟我們有責上行 那這樣的話 大家一下子就可以認明 是對在地有爭相 社會影響力的工作 所以可以說是 我們從社裝良品 從採購 Bine in Power 等等的 這兩三年的推動 已經從 就是本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知道有這麼回事 然後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分之一 即將到二分之一 而且大家都很願意說 那我們就是引導這部分的資金 去流向世界有社會生產力的工作 所以如果在場 大家剛好是有通路 不管是屍體的通路 我最近才跟那個 新東陽跟藍雀巢 做了一個直播 那新東陽在他們的國道 收費站去設置了 屍體的有責上行 這樣子的通路 或者是電商的通路 那我想這個都是 不需要審核 你就是直接到我們 社窗平台下載這個表彰 那就可以去 有點像是台灣精品那樣子 但是這裡就是說 有責就是給出說明責任 給出交代 就是ability to account 能夠付出說明責任 給出交代的朋友 那這個就不管是在 環境的社會的經濟的 正向影響力上面 你能夠證明你有公共利益的 那就是社窗兩平 那願意提供有這樣正面的 溝通的通路 那就是有責上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在輸入維權這個政策裡面 真的引導了滿大的一部分的 這個消費力到這個地方 那也讓就是 傳統上面電商 跟實體的這個量難 獲得了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就是滿呼應 剛才所說就是本來 我們去年看似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確實就是透過大家 群策群力 因為這些行銷啊 或這些有此常常 也不是我想的事實上 也不是公務員想的 是所有這些參與的 同路夥伴們一起想出來的 那這樣子真的就翻轉了 我們的一個比較大的政策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你輔導的社會企業裡面 有哪幾家社會企業是你所推崇 因為你們在環境永續 社會目的都著墨顯著 那這個就好像 就是我問說 那個小孩是你的favorite 這個真的不是很好回答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這邊也想highline一下 就是我們每年都會頒 這個亞太的社會創新合作獎 那這個呢 就不是我來挑 因為我雖然是評審團的召集人 但是我一向是不投票的 我在任何獎項都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實際上面 就是不管是去年的這個得主 Bandon 前年的Bandon Creative City在印尼嘛 那或者是這個新加坡 澳洲 然後AVPN也有AIT的朋友等等 就是整個亞太去做這方面的社會 創新組織聯繫的朋友 一起挑出在亞太具有指標意義的 這些社會企業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說台灣暖食第一 就是台灣Can Help 它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這邊不是只是解決我們自己的社會 跟環境問題 我們是把這個解決的模式帶到全世界去 讓大家知道說碰到社會環境問題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解決 所以如果就是對我的Favorite有興趣的話 那不是我的Favorite 是這些評審們的Favorite 那都很歡迎在我們的亞太社會合作獎裡面 來進行就是採購 然後跟合作的BD的這個研討 那我就只舉一個就是我比較有印象的 它是一個新加坡的一家電商 然後它做的是幫助菲律賓 跟一些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義工 那這個義工它是到它的工作國工作 可能台灣或其他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跨國的 至少三個地方的一個創新 那它做什麼呢 就是類似大家 不是有點外送平台或那個雜貨採購嗎 現在外送平台很多都賺去做雜貨採購 那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可是它的目的是說 它在它的工作國賺的錢 不是說它直接會回去 那不但有會對上面的一些損失 而且它會回去之後 接到錢的那個人 不一定是用在它想要用在的那個地方 可能就拿去做一些比較沒有生產力的事情 那但是這個就是說 它不單是能夠照顧它的家人 透過回錢回去 而且也可以提前幫它家人安排一些比較無美家人 而且真的是對那邊的人 有實際幫助的一種採購清單 那它透過兩邊的媒合 那接下來就會介紹一些microfinance 就是教導這些理財的觀念 甚至存一些錢 然後等它工作完回去創業等等 但是可以接上就是真的義工的就是 終身教育等等的這個一環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一個題目 我覺得就是 當我講這個創新的時候 其實我不需要講特定的企業的名稱 或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腦裡應該都可以開始想到 所以那我在別的領域 可以怎麼樣去跨國去做到這樣子的社會創新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頒做社會創新 合作獎的目的 不是說某一家特定的企業 特定的社會組織 或者是特定的政府部門 而是說我們在描述一個 這三個可以合作的這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這個模式 而不是特定的產品或服務 就可以有跨國的參謀的這個力量 那所以以上就是大概一個單一的分享 不過有很多別的都歡迎大家 到我們的亞太社創作組講來看 好 那有九位朋友們問說 這幾年全開豐永續 豐永續應該是一件好事吧 從企業到校園 大家都不斷談創新 談永續談減碳等等 那會不會覺得講的太多 做的太少 那又如何該避免讓這樣子的活動 變成一種競賽 或者一種聲量的運動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不是有足夠大的聲量的話 其實它很難造成行為改變 或者是習慣改變 我們所有的不管是創新永續減碳 只要是做公共利益的 大概都沒有辦法靠單一的個人 或甚至單一的組織 來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因為結構性的問題按照定義 它如果能夠單一組織解決 早就解決了 它一定是那個本來的結構卡 在那邊沒有辦法解決的情況 所以除非在一個結構裡面 每一個利害關係人 都了解到這個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目標 在共同價值凝聚之前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做真正的社會創新 只能做淡點淡點的創新 我舉例 像剛剛就是有朋友 剛剛那幾個問題裡面 提到疫苗平台 疫苗平台當時是一個不得不然的一個創新 那當時在創新的過程裡面 當然也有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各種不同的立場等等 那特別是每個地方政府 因為就是當時為什麼 切在64歲以下 再來用預約平台 65歲以上是退休人士 那直接請他們去某個地方 應該比較有時間等等 那這些都是地方政府提的要求 那每個地方政府裡面的 人口分佈 面臨分佈都不一樣 同一批疫苗來 每個人要切幾歲下來 也都不一樣 它切的多了 那大家都用來挑票了 這個它會被罵 它切的少了 那大家跑去隔壁現實 它還是被罵 所以其實就是地方政府是 當時在一個所謂 no win situation 也許只能少損失一點 而沒有辦法有所獲得 所以當時我是跟每一個縣市首長 那當然包含開中市 那以及他就是委託的團隊 那都有就是進行一對一的會談 還有非常多次的工作會議 那當時就是因為社會上面不斷的在談 這件事情 然後就讓我們凝聚到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是什麼呢 就是說一定要在最短時間裡面 讓75%的人達得到第一劑的疫苗 那之後當然第二劑 那這個當然總統又喊出來 那就是階段性的法數 那智慧中心在喊出來75%的法數 那這裡面就是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疫苗停在誰的冰箱 就是誰倒楣的這個狀況 就是如果在中央不發給地方 中央倒楣 地方不發給診所 診所倒楣 診所拿得到 診所沒有打出去 診所倒楣 因為大家都是要 就是甚至是飛機剛起飛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個人將會打到誰身上 那中間完全不能夠有時間的延遲 那後來就是因為社會上面 對於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期待 非常大的勝利 那當然這個 你說當時大家真的就是 是不是講的太多 不是因為這是真正的社會需求 這是反應真實的社會需求 那所以後來我們才跟現實政府 個別溝通的時候 就非常的順利 因為所有人都有共同的這個共識 共同的這個體認 它的價值是完全相同的 那所以立刻就討論出這個 三方錯和三方美合的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不是社會上 已經有這麼大的勝利 而且是這麼明確的指出 剛剛講的這兩個共同價值 那大家就繼續用流感疫苗方法打就好 可能稍微群聚 可能打得稍微慢一點 但是它就沒有那個創新的動力 沒有那個urgency 所以像減碳這個議題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在這邊當然有感受到 不管是這個就是汗災的情況 水災的情況等等 但是當然也有世界上更多的朋友 比我們感受更強烈 就是他們就已經快要隱磨的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不是整個社會 都讓這種最urgency 就是最有緊迫性的這個感受 那讓大家在社會上面 還沒有那麼緊迫的朋友 都感覺到 而且一起覺得這個經濟的 那創新的人 他就要自己吸收這個 喚起大家的緊迫性 而且還要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案的成本 那這個是炒出 絕大多數的actor的能力 所以大家就是討論的越多 聲量越大 基本上就是在降低創新者的進入風險 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 就是請繼續講 那當然這是不能直講 還是要提出解決方案 但是我想在座大家 以及大家所代表的生態權 其實都有非常強的提出 解決方案能力 這部分其實我是沒有那麼擔心的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那請問大學生要怎麼樣參與社會創新 當然就是任何方式都可以 不過我自己很推薦的一個方式 就是去創業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在大學裡面創業 有一個天然的吸收 你的創業風險的一個結構在裡面 就是你的創業如果失敗 那你就可以發表一篇論文 你創業如果成功 你也可以發表一篇論文 三重底線都還不可能都失敗 不過也不會都成功 所以如果你同時追求經濟 環境跟社會 某一兩項成功 另外一兩項失敗 你可以寫三篇論文 所以我意思是說 本來就是一個大家鼓勵你去公開的探索 確立主軸 不斷的軸轉 每一次軸轉 都是對學術有所貢獻的這樣一種環境 那在這個環境裡面的創業 大家的容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不管你是要取木或者是你要中包 那基本上大家都很願意說 那你大學生嘛 等於是說你在幫整個社會付學費 所以我們也願意幫你付學費 這樣子的一種結構 那如果你要在大學裡面創業 當然現在有非常多 青年數有YouStart 就是這幾年來都有這個社會創新的社會企業 專門的一些群組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過增了 就是就算你不是用公司型態 他也可以把你認成創業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以前的青創大概都是認公司型態 就是先引力然後再追求使命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發現很多人 他第一次創業大學生第一次創業 他就已經是產行協會 或者是合作組織或者是基金會等等這些型態 那這些型態他一開始是先追求使命 然後之後再去享算一兩批 的情況 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公司法已經修正了 所以不管是協會還是其他的這種非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然後他發現某個產品或某個服務真的有利可渡的時候 他可以開架子公司 那或是以前沒有的法律上面這種可能性 他在用特別顧啊 像最近那個CERT就是有發明一種 就是透過使命否決權嘛 然後來讓在募資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引進外部資金 但是又不會使命飄移等等的這種做法 就是因為我特別不會設計 那這些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你多試幾次 那試到一個正確的formula 等到所謂出社會的時候 那你跟就是任何跟你合作的人 不管是你的韓隊或你的老闆 大概都是平起平坐 因為你曾經在他們的那個角度去看過這個社會 所以我是蠻建議 不管有START或者是高調聖根裡面 包含USR在內 也有非常多 鼓勵大家創業的這些題目 但是創業的目的 並不一定是一開始就累積這個capital 就是第一桶金 如果你去挑了就是以使命為目的 可能你再累積的是social capital 就是大家知道你關心的事情 大家知道你這個人所提前的價值 那你之後不管要做什麼 就像剛剛講到 你都是跟這個世界裡面 其他的players START都是平起平坐 而不是說 好像這個我剛出社會的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是蠻鼓勵大家的創業的 好 那元宇宙 這是今年的發育詞嗎 好 明年的發育詞 OK 我現在不管到哪個演講 都會冒出元宇宙來 昨天 因為我住這邊 我在台中的攝創基地 那也是 就是回答大家第三個問題 可以突然刷一排元宇宙 沒有意思 那這個 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社會創新的案例可以分享 像我剛剛就是提到的簡訊實驗室 我可能還是多講一點好了 其實簡訊實驗室當然是 我們拘定離臨時政府 就是一個專業的社會創新組織 但是不是有立案 但是 大家大概一萬個人整天就是聚在線上 看政府哪裡做得不好 但是不是抗議 而是做更好的版本出來 那所以 像口罩失明制的口罩地圖的部分 或今年的簡訊實驗室的QR Code的部分 那大概都是GLEME上面的朋友們發明的 但是GLEME我覺得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不是只是跟政府共創 它也扮演監督的角色 所以當我們把GLEME的這個概念 一定是政府的概念 一下子變成訊實驗室 不到一個禮拜兩百多萬個人 印出QR Code來 真的整個社會開始使用的時候 那他們就開始關注什麼呢 關注有沒有accountability 有沒有給得出交代 所以就是在這個GLEME的朋友的促成 監督給壓力之下 那我們很快的在意料平台上線的同時 就提出了這個叫做民眾資料 調閱記錄查詢服務 那這個服務是 我覺得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主要原因是 並不是我的主意 只是民間提出這些想法的人說 如果你讓我們掃這個簡訊實驗室 發簡訊 但你不告訴我們是哪個 縣市的編號級的醫療人員 因為什麼原因 在過去28天看我們的簡訊的話 那這個就是黑箱嘛 就是說完全 我們完全不知道到底被用在哪裡了 那你的簡訊上面都寫說 進攻防疫目的使用 我怎麼知道只有醫療人員這個調閱 到底是重要還是地方 每個人講法都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透明性的一個報告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 真正是社會來要求的社會重新 那大家當然如果有打手機號碼的話 他會傳個簡訊給你 你每個簡訊的號碼 他就會告訴你 在最近28天有多少人調閱 那我們也每天都公佈說 我們刪除掉多少則 1360萬則 那已經刪掉多少則 已經接近30億則 所以就在這裡面 只有極少的一部分 就是被我們的醫療人員看到 就是1200萬則 那這些部分 所有其他的之外 都已經就是完全刪除了 那大家也可能記得 就是有一位法官 叫做張雁森 那他在這個系統上線前 很小段時間 有在媒體投書說 有一個什麼刑事警察 調閱什麼 他從這個通訊檢查 收到的這個簡訊的內容 他不知道這事物碼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當時是採取分散儲存的方法 所以電線上雖然這些事物碼 但他不知道這事物碼是 對到哪個地方 那這個也是社會創新 他的基礎的名字叫做 Multiparty Computation 就是多方分散式計算 所以除非拼圖全部拼在一起 不然各自不會受到影響 那然後呢這個警察沒辦法 所以他就 就是要一張搜索票 他希望這個法官 能夠讓他去搜索冠帽 因為冠帽那邊才有事物嘛 去對應到每個地址的這個database 那當然張雁森沒有牽准 他撥回了這張搜索票 那他又公開投書 那這個也是社會創新的另外一個動力 就是外部的跟利害關係人 自己的監督 要求我們給他出交代說 那我們的檢訊上面都寫 就是進攻歡迎目的使用 為什麼現在有個警察來跟我要搜索票 要是下一個法官簽證了怎麼辦 等等 那所以立刻他就促成了指揮中心的討論 那我們法務部就是指揮中心的法制組 立刻就解釋說 沒有我們這邊28天刪掉 通訊監察那邊6個月才刪掉 通訊監察那邊是你傳給其他人 然後互相傳訊 這邊有點像一個便利貼 你貼上去絕大部分28天就死掉了 你也不是在跟醫療人員在那邊聊天 所以可見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的所有的資訊 如果從電信上面不傳到 就是通訊監察那邊 絕對是合法的 絕對沒有說 這個是應該要就是被刑警什麼 不要掉下去看到 那這個其實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我在國際上分享的時候 其他人都很驚訝 因為在新加坡他們是立了一個法術 只要7年20年以上的重鎮 都可以去調醫療資料 在韓國是反過來 一定要人要跟刑警調資料 而且資料在刑警那邊 但是只有在台灣 就是我們的社會常規 不管是這個 檢訊實驗室的發明人 兩位成型網友 或者是我們執行醫療的地方政府 或者我們法務部 或者是張一森法官 等於是說在各個不同的社會部門 我們看到警工防疫使用這六個字的時候 都有共同的價值 都有共同的想像 所以在稍微使命有一點偏移 就是即將偏移的那個當下 那我們立刻就把那個使命偏移 否決掉 立刻就抓回來了 所以就是說使命飄移的政策 使命飄移的否決 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機制 Stateholder Engagement 這些都是大家在做社會成員 一定會通道的題目 那當然我們是就是公共服務業 所以就是服務業在實際 跟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要反應的速度更快 更即時 那我覺得這次警察實驗室 真的是有把我這幾年 在跟各位這個社會創業 跟社會旗艦 學到的這些利害關係溝通的方式 真的就是用在了 就是另外一個 完全不相閨的一個題目上面 那但是是蠻成功的 然後也讓大家這個 彼此互相相信的程度 每次受到挑戰的時候 也又可以再回來 那受到挑戰再回來 這個就是resilience 就是我們的恢復力 彈性 人性的部分 那有五位朋友問說 元宇宙 元宇社區形狀團 這也是一個新的契機 應該要具備 什麼樣子新的商業思維 其實元宇宙並不是什麼 新的概念 那對我來講 它就是共享實境 就是說我自己現在在某個地方 那我想要對一個在不同的時區 不同的空間的朋友 分享我現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在場的這個感覺 其實就是這樣 那大家講的VR、AR、眼睛什麼東西 那個就差不多相當於瀏覽器 的這種東西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它還是回到說 如果你現在可以 我們說elevator pitch 就是一起搭電梯的過程裡面 你透過某種方式讓對方 對你的這個使命能夠感同身受 你若是要照顧一片土地 那就是讓他感受到 那片土地的重要性 你若是要照顧一條河流 你要照顧環境 你要減碳等等 總之都是要把這樣的重要性 凸顯出來 如果要照顧人的話 每一個受你照顧的人 它本來是什麼狀況 照顧之後是什麼情況 希望對方可以了解 那元宇宙就是讓你的 elevator pitch裡面 整座電梯變成你的幫手 就是那座電梯 在那個電梯行進的時間裡面 那因為再超過這個時間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 在沉浸式的體驗裡面 並不會願意在一開始的話 就是超過可能幾分鐘的時間 所以 不管你是用360度微相機 你是用其他方式去做記錄 那大概就是去想說 它可以讓認同你的使命的人 更加知道你實際的影響力 它可以讓完全不知道你實際的影響力 它可以讓完全不知道你實際的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就知道你的使命 那這種就是共同在場 你真正服務的那個當場把它Capture下來 那以後就是包含說 像之前副同學有要我實際去想掃天看 那種感受 那就可以去類似像我就帶一個 什麼360度的無人機 小精靈 去記錄一下當場的那個感受 那不管是附身在實際區的人身上 或者是在測試的時候就把 就是未來可能還有人會加入這個部分 它記錄下來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以目前的科技 就已經可以做的 就是共同在場的這種感覺 那當然很多人在講那個十年之後的 就是更黑馬行空的技術 不過只要我們保持就是它的標準是開放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安排自己的互動的空間 那你現在做投資累積起來的這些 沈浸式的這些素材 那都不會就是因為換一個Vender 就是換一個瀏覽器就不見了 你加個網站 不管瀏覽器怎麼換那個網站 都還是在 那只要我們就是繼續在元宇宙上面 保持開放的標準 那現在做什麼大概在之後 都還是會有收益 希望有回答這個問題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是 接下來問題可能我會就是比較快回答一點 相較於其他國家 台灣的社會創新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台灣的一個特色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在全部的這17校 能續發展的目標裡面 那都有很精彩的可以拿出來 跟國際分享的案例 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特色 我們周邊的很多觀想領域 那它可能它是側重在裡面 某個特定的部分 為什麼因為它會 它不想要強調了 工作經濟成長或工業化創新的時候 那它對於消滅一切不平等等等的在意的程度 就沒有那麼高 它會覺得這個是這個的代價等等 但是在台灣我們這個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們不管要推動任何社會創新 我們都必須同時照顧經濟的環境的跟社會的共好 那如果我們說什麼是什麼的代價 那那一邊你就會冒出來 你就會受到抵制 這個是在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讓我們講到任何一部分的使命票 以利害關係 立刻就很大聲的讓你知道 那這個也是好處 就是因為我們開門造劇 所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說不然你有剛好做法 那你行就一起來 那這個做法其實也是台灣的特色 就是只要你展現出願意因為你的離合關係很及時的這種交錯 那去調整你的創新的模式 那大家都很願意就是花很多的時間 那跟你一起相處 而且跟你一起創新 大家都很願意為了公共利益去奉獻心力 而不是說一定要在這時期裡面的哪一個題目 它才奉獻心力 我們很少會把自己定義於製作這裡面的某個部分 其他部分都不看不管 那但是這個我覺得是台灣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就是大家都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上班下班休假等等的這些事件 那是分割成好像不同的人一樣 事實上每個人都可以同時去運用 像我剛剛講到的 我跟各位社羯姐朋友學到的 那我在上班 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我也可以學到 而且都是這種跨部門的溝通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一定都是跨部門的共好 而且只要不是共好 一定都會被改成共好一個形狀 我希望會看到這個問題 那有國會朋友們問說 現在地方創生好像越來越只有文創 而文創是不是好像只有文化的商品化 那意思是說比較少文化的服務 或者是比較少觀光旅遊深度體驗等等的這個狀況 當然國旅在今年確實是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是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這個是絕對是事實 但是現在因為可能Omicron的關係 所以我們本來要出國的那個能量 已經全部都回到國旅了 所以我是蠻看好的 我不覺得說在今年就是短暫的 國旅有兩三個月受到衝擊 它不能在甚至年底之前就不回來 或者明年年初就不回來 事實上現在真的是很多 就是本來去出國體驗其他地方的 地方創生的成果的朋友 願意花非常多時間來就是台灣再定 因為反正別的地方也不能去回來 也好管七下七歲 這個情況下就是大家都很願意花時間 就是在台灣然後跟彼此相處 所以我覺得文化商品化 當然是今年就是疫情比較嚴峻期間 我們確實看到現象 這個也是可以很大方的承認 但是體驗室的部分 服務室的部分 實際願意花很多時間 在在地跟在地人相處的部分 我覺得到現在已經復速的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在未來可能就是只有更好 所以我不會那麼悲觀覺得說 好像就只有幾個就是你能夠壓成NFT 丟到區塊鏈上面的等等的這些數位的藝術 或商品才能夠被人記得 大家其實現在真的很願意花時間跟彼此相處 所以我覺得很謝謝社會朋友的關心 但是我們會花更多的力氣去讓地方創生 可以實際到那個地方 或甚至耳底居就是某個部分就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花更多的時間跟那個地方的 就是在地的社會價值相處 那社會朋友問說 請問落實社會創新到永續的經營 這樣怎麼樣去落實 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社會創新是大家一起創新 那永續的經營是說 你現在的這個經營 你要為後代子孫存款 不是從後代子孫透支 那這兩個本來就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如果你是就是犧牲後代子孫 或者是把自己不利的這種外部性啊 剛剛提到的碳排污染等等都外部化的話 那以台灣的這個環境 根本沒有辦法engage 整個社會跟你一起創新 那大家是不會接受不會買單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提出具體的社會創新 提出你的影響力的報告 提出影響力的方法論 然後讓不管是影響力的投資者 你的客戶 剛剛講到的社創良品 這個有色商行等等的通路 一起來檢視 那他們檢視之後覺得 這個是真的讓整個社會都變得更好 這一個創新的時候 它自動就確保你的勇去經營 因為等於你的這個方法論 是在整個社會的支持底下去使用的 所以是先有社會創新的成分 先講出你的社會創新的主張 那用續經營是它的一個自然的結果 那如果你的社會創新提出來之後 發現並沒有解決問題 有一個反造成問題 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可以解決問題等等 那你就走轉 就是你這個走轉 你配合更好的社會創新方式 你還是可以用續經營 所以就是迎合社會的需要 對於社會創新者而言是必要的 但是當你走轉到就是第幾次之後 到時候就會帶領這個社會的需求 你的這個方法論 大家聽到就會覺得說 那我日常生活中 就是要開始做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是必須你engage 整個生態系好幾次之後 才做得到的 我自己也是創新大概到第四次第五次 對於這個開放原始 這個社會創新才真的 比較遲到這樣子去運用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多創業幾次 或在同一個創業裡面多走轉幾次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好 那還有三分鐘 可能我問題回答不太晚了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的社會創新方式 最看好哪一個部分的發展 我其實都非常看好 這十七個我覺得都一樣重要 但是我畢竟是數位政委 所以我自己就是關注的是 這169層具體的指標裡面的這三項 那這個也是我蠻推薦大家 我在去年演講的時候 也同樣秀了這張圖 就是表示說我的使命沒有飄移 我現在還是在做這三個部分 那我是蠻鼓勵大家 就是去看這169個小圖片 因為十七項它比較像是一個粗分類 就是讓大家的價值得以凝聚 這上創新的一擴散是靠這個細分類 就是169個具體到底要完成什麼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花時間 那還是十七點十七 就是有效的夥伴關係 那有效的夥伴關係 其實是建立於剛剛講到 十七點十八可信賴的資料 就是各方都給得出交代的資料 那以及十七點六就是開放式的創新 剛剛講到的就是我們的創新 不單擴散 而且擴散之後有更好的出來 我絕對不會說non-inventative 而不是我發明的 我就不用 實際上每次社會上有更好的創新 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果斷放棄機構的做法 然後說那你行你來你的做法 變成我們新的做法 大家在整個防疫的過程裡面 可以看到說幾乎是以24小時為周期迭代 每次社會上有一個新的想法 更好的時候 隔天下午兩點指揮官就會出來說 那民間的這個做法 我們覺得比較好 我們就已經調整了 那大家都已經習慣了這種快速的 共同年紀的價值 共同擴散創新的這種節奏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社會的創新 讓我們最開心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唐聖偉 用這麼創新的方式 為我們做溝通與對話 我想1922是這一年以來 大家的最愛用1922的QR Code的方式 讓大家提出發問 是最愛的 是這一年